大家好,欢迎来到原力增能课 我是这堂课的讲师Annalie 这堂课呢,我们将会介绍数位协作工具的使用 其中我们会讲解G0V社群非常常用的工具 包含数位共笔HackMD 然后会教大家怎么使用基础的Markdown语法 让大家熟悉文件的协作和整理 然后我们会搭配G0V社群常用的社群沟通软体Slack 让大家在做专案或是跟团队沟通的时候 可以在远距工作上可以更有效率的去管理专案 和跟团队伙伴沟通 好,那这堂课呢,我们会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会教大家怎么使用Slack 第二个阶段则是会教大家怎么使用HackMD 那第三节课呢,会提供大家一些练习 给大家回去可以实作看看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第一节课 第一节课我们要讲解的是团队沟通软体Slack的使用入门 那Slack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它就有点像是一间公司聊天室 那这间公司它可以分成好几个部门 比如说企划部门,设计部门,财务部门等等 那每一间部门都有各自的聊天室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不同的专案的话 你就可以分成不同的小组 那小组内可以在各自的聊天室进行沟通 那大家也许会好奇 那既然都是沟通软体 那是不是就是跟Line很像 都是讯息软体啊 但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Slack跟Line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Slack呢,它比较像是一个团队沟通的平台 而Line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即时通讯软体 在Slack上呢,这些沟通讯息是可以被管理 然后把它转为有效率的工作流程 而沟通和通讯的不同在于 Slack它比较强调深入的理解 那Line的话它比较着重即时讯息的传递 就是我今天传给你一个即时的讯息 我可能只需要收到那个问题的回复 但如果你今天是要处理整个团队的一个案子 然后你希望它有一些进度 可以被好好的整理和管理的话 那Slack它就会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沟通管道 那为什么G0EB社群是使用Slack作为 社群沟通的平台呢? 第一个当然是它具备了一般通讯软体的 即时性 团队之间可以在上面即时讨论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刚刚谈到 跟Line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Slack上你可以自己定比较重要的讯息 可以提醒你自己或是提醒团队的成员 让它直接显示聊天视窗的右侧 或是你也可以加上Tag指派对象 也可以针对特定的讯息 然后建立回复串 就比较不会有很混乱一长串的讯息 你必须要读 那第三呢 就是它有具备可搜寻性 只要你输入关键字就可以轻松找到过去的历史讯息 那第四点呢 就是刚刚有提到 你可以针对不同的专案或是不同的小组 开设不同的频道 让每一个专案可以专注于自身的进度 不会受到其他专案讯息的打扰 那当然你也可以在这整个大频道当中 开一个像是茶水间的聊天室 那大家就可以在那个聊天室里面 只谈废话或只谈干话 对 那第五个呢 就是找人非常方便 你只要知道对方的slack的名称ID 就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对方 然后直接用slack传讯息 那第六个呢 我觉得是跟line最不一样的地方 自在于 在slack上他可以设置许多第三方的plugin 或是加入机器人的功能 只要有新的成员加入的话 机器人可能会自动推播 那你要进入这个社群 你可以从什么地方开始follow起 另外一部分呢 他也可以串接 比如说像是 GitHub Google Drive Dropbox等功能 所以基本上 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软体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 如何加入距离V的slack 好 那这边呢 其实你只要打开输入这个网址 join.g0v.tw 你就可以连到 G0V Slack邀请 然后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步骤 加入G0V的slack 当然你需要在上面注册 然后确认你的信箱设定密码 接着就可以自动下载app 或是你可以下载电脑版的app 或是你也可以在网页上操作 只要完成这些步骤 非常轻松的建立一个你在G0V社群的slack账号 那这边呢 我也附上了补充教材 如果大家对于slack有想要了解更多它的使用教学的话 这边有G0V社群参与者李宇昌他所整理的一个网页 那大家都可以参考 那加入slack之后有哪些必夹的特色频道呢 第一个就是当你刚加入的时候 系统会帮你设置三个预设的频道 包含general random还有self intro 那general它比较像是一般的社群大厅 你可以在上面找到可能跟社群沟通一些活动的讯息 那random的话它就像是茶水间闲聊的一个聊天室 那self intro的话就是 如果你想要你刚加入G0Vslack 你想要让社群的伙伴们更认识你 你可以在上面自我介绍 那大家也许会好 也许会困惑我家进来自我介绍不知道怎么讲 那没关系 G0V的self intro有一个模板 你只要参照那个模板去进行自我介绍 大家社群的大家就可以很容易的了解 你大概是来自于哪一个背景 那这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范例 它的模板呢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包含比如说与你相关的三个关键字 是怎么知道G0V的 或是平常从事的职业或手心的领域 那你加入G0Vslack 你有什么感兴趣的议题 要怎么联络你 或是你想说的话想做的事情 你就可以follow这个自我介绍的模板 跟大家介绍你自己 那社群的大家就会 如果对你有兴趣的东西感兴趣的话 他们就会回复你 除此之外 还有非常多的频道 包含像是旧松举办 负责举办黑客送的团队的频道 或是小学校 或是像This Factory 它是农地违章工厂的举报系统 或是像Covet是针对假讯息的机器人查证 茶盒 或是像Rentia 它是G0V社群 关注租屋议题的社群 或是G0V自由的社群podcast 你都可以加入这些频道 去看社群的各种的社群讨论 那Slack它有哪些重点的攻略呢 它其实有几个可以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加入频道 或是创立频道 那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发送讯息 那你在发送讯息的话 有一些特色功能是可以给大家介绍的 那这边呢 我用我的Slack账号给大家示范一下 好 大家加入Slack之后 你会到这个页面 那如果你想要浏览G0V Slack的各个的频道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去寻找 Browse Channels 你就可以在这边找到 有超过600多个将近700个以上的频道 那你可以这边去搜寻 那如果你想加入的话 只要按Join就可以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创立新的频道 只要按这边 AddChannel 输入你的频道名称和介绍 就可以很方便的完成 那刚刚有提到 有一些特色传讯息的一些特殊的功能 我这边跟大家简介一下 比如说你想要插入连结的话 你只要输入名称和网址 就可以很轻松的完成 那你也可以直接复制贴上 一整个网址 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那如果你想要把讯息 某一部分变成黑体 比如说我想要让这个10点变成黑体 直接在那边编辑就可以了 或是你想要让它变成条列式的文字讯息 你只要输入一个Dash 也可以很方便换行 那此外呢 如果你想要 想要Add某一个特定的 你想要沟通的对象呢 你只要直接输入小老鼠App 搜寻你的朋友 你想要联络的人 就可以很方便的take到他们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 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讯息 你想要把它丁选住 你可以在这边选择 丁选字的讯息 然后按这边 然后按Pin to this conversation 就可以很方便的丁选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找到 你的讯息内容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方便的 就是我今天比如说 我想要明天提醒自己 10点要上课 那我可以在这边排成讯息 然后你可以自己自定时间 或是比如说 今天已经下班了 你想要联络你的同事们 或是你的伙伴们 但你又觉得太晚才联络 觉得对他们又不好意思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排成 你明天想要几点传讯息给他 那他就可以 在你指定的时间点 收到那个讯息 所以整体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软体 好那跟大家介绍完 这些重点攻略使用的时候 其实slack非常好上手 你只要自己进入 然后自己去摸索 其实就可以很容易学会 那接下来给大家一些练习 让大家自己操作看看 那第一个呢 就是你要在G0V的slack 创立一个属于你的自己的slack账号 然后加入G0V的slack 然后在intro的地方 self intro的地方 发布一则关于你的自我介绍 那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完成这一节课 好那结束完刚刚关于slack的教学 第二节我们要教大家使用的是 写作共笔软体HackMD 那HackMD可能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 是比较陌生的一个平台 所以这边我们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那HackMD是什么呢 HackMD它是一个跨平台 使用markdown 它是一个程序语言的 即时写作笔记 那同时它也可以作为资料库使用 那这边下方附的连接呢 是关于HackMD的详细介绍 是由HackMD公司自己制作的 你可以点击后在这边看到 关于HackMD详细的功能介绍 包含它可以共同编辑 扩充语法或是简报模式等等 那大家会好奇 就是同样都是多人协作的软体 那我使用Google Document就好啦 为什么G0V社群比较喜欢使用HackMD呢 那HackMD跟Google Document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其实在G0V的社群 HackMD跟Google Document 都是非常频繁使用的 协作工具 不过HackMD的话 它的特色是在于 它支援比较多的程式语言 那对于像G0V这样 比较多工程师或科技背景的工作者来说 HackMD会是一个比较友善的 协作软体 那Google Document的话 它就是一个比较适合用来编辑文书的一个软体 所以在界面操作上 它其实就反映了这两者的差异 在HackMD上 它是使用Markdown作为语法编辑 那在Google Document上呢 它就比较是我们熟悉的Word或是Pages 它比较是文书软体式的编辑方式 那在分享上呢 HackMD你只要每一份共笔 它就像是一个一页式的网页 它没有像Google Document 它会有页数的分别 就像文件浏览 你会有一页一页的分别 另外一个呢 是HackMD跟Google Document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HackMD它有比较多元的显示 比如说你可以使用书本模式 就是把好几个共笔 然后把它整理成一个像书一样 有章节条列式的去搜寻去显示 另外也可以像我现在 这堂课所使用的简报模式 我可以直接使用HackMD 做成一个非常简单的简报 然后呈现给大家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关于第三方软体的支援 在HackMD上 它除了支援Bithub和Dropbox之外 还有支援非常多不一样的程式语言 另外一个在Google Document上呢 它比较支援的第三方的软体 比较像是帮助你在编辑文书上 比较方便使用的Plugins 所以其实它们都是非常好的 多人写这个软体 那为什么G0B社群 非常喜欢使用HackMD呢 刚刚有提到 它是支援非常多的程式语言 然后方便串接不一样的第三方程式 那第二个呢 就是它是一页式的网站 所以每一边共比大家都有一个独立的网页 很方便大家去在不同的社群网站上分享 那第三个呢 就是它的页面非常简洁好上手 那你在编辑的时候 它总共有三个模式可以选择 一个就是浏览 就是一个完整的页面 或是你有同时有双视窗编辑 一边是Markdown语法的编辑模式 原始码 另外一边就是它浏览模式会呈现的样子 对那基本上呢 你只要掌握我基础的Markdown语法 其实整个整体来说 它是非常容易上手的 那第四点呢 就是回到协作的这个角色上 就是不管它是 不管你今天是使用电脑 手机或是平板 你都可以同步的操作 然后第五个就是比较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转换成 简报模式或书本模式 更容易的去统整相关的资料 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两个G0V社群 是如何使用HackMD 在特殊的社会事件下 展开大型的线上协作 第一个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像 COVID-19 Info 疫情资讯衍生整合平台 它是在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 G0V社群大家一起共笔 协作的一个非常大 巨大的一个共笔 好那大家现在看到的 就是这整个非常庞大的共笔 那在2020年 刚开始建立这个共笔的时候 其实它是针对当时 可能口罩的资讯啊 比较不足 大家在上面建立 比如说口罩地图等等的资讯 那后来随着可能有需要疫苗 施打疫苗的资讯 或是当有些确诊者 它快晒阳性之后 它确诊之后 不知道无所适从 它该怎么办 它其实也可以透过这个共笔 去找寻它所需要的资料 包含疫苗啊等等 或是有一些专线电话的查询 也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对 所以整体来说 它就是一个非常大 你这边看到的每一个蓝色的点点 条列 它都是一份非常大的共笔 这边显示的就是一整个 书本模式的样子 那你都可以在这边找到非常方便 清楚的资讯 那下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2018年 10月发生的普悠玛列车脱轨的事件的灾情整合平台 那当时灾害发生之后 资讯都非常的混乱 所以当时呢 就有GNV的参与者就整理了这个平台 然后提供给不管是你今天是受灾的乘客或家属 你可以在哪里找你可以找到什么样 比如说关于赔偿理赔等等等等的讯息 或是接驳的资讯或是伤患的名单和他们所收留的医院 其实这边都有非常详细的资讯 或是像是当时有非常多关注这件事件的人 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可以帮助这些所需要帮助的人 当时也整理了非常多有关的 比如说捐写资讯啊 或是灾情协作的地图啊等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些大型的社会事件下 GNV社群非常可以展现它的社群能量 因为大家一个人做 你要整理这么多的资讯 其实非常的困难 但如果你可以好好的善用这些科技的工具 像是HackMD这样的平台的话 它其实就可以对整个社会产生比较正向的影响力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要怎么建立你的第一份HackMD的共笔 那这边呢 当然你需要有一个HackMD的账号 那大家可以搜寻GNVHackMD 然后点击第一个连结 点进去之后 就可以很轻松的建立你的账号 那点进去之后 其实你的个人页面就是长这个样子 非常的简单 它就有点像是姿势库的感觉 就是你所有的共笔都会整理在这边 然后你可以透过不同的text和标签 去分类你的笔记 好那我们这条课最主要呢 是要教大家一些基础的HackMD的markdown语法 好当你今天进来一份完全空的共笔的时候 它就会长这样 那今天呢我会教大家12个基础的markdown语法 第一个你当然会输入基本上基础的文字嘛 那你可能会想要设定不同的字体大小 那字体大小要怎么设定呢 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输入一个紧字号的话 它是最大的H1 size的heading 然后它总共有6个尺寸 你可以根据你的你所需要的字体大小去设定 那你也可以不要设定这些 就直接打字 就是正常的文字显示 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设定字体的大小 字体的pixel大小 那就是像这样打fun size 然后多少的pixel 然后把这个指令关起来就可以了 那当然第二个呢 如果你要建立像是条列式的清单的话 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有数字的序列 或者是点点的序列 那数字的序列其实就是非常简单 像我们平常在word上 你就打1然后点 然后再按enter 它就会自动把你生成 或是你想要使用没有序列的话 也非常的方便 直接打一个dash 这边我使用的是两个视窗的显示 所以你可以在你在左边打字的时候 你可以同时看到 右边在浏览模式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呈现 就非常简单 只要按enter就可以了 或是你想要往下一节 都非常的简单 那第三个功能呢 就是连结的功能 连结功能有两种呈现的形式 一个就是你直接输入你的网址的名称 然后复制你的网址 然后贴上即可 那另外一个如果你想要让 如果你整个网址非常的长 你想要让它缩小的 缩短的话 那你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就直接帮你的网址命名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介绍的是 我想要附上的是临时小学校的连结 那我就把临时小学校框框框起来 那后面再加 再用一个括号把小学校的网址贴上 那它在这边就可以形成非常简 就把你的网址给缩起来了 那接下来你要建立表格的话 在HackMD上也可以建立非常简便的表格 那其实你可以直接在上面选择表格 它就会自动把你的生成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 Column1 Column2这边去设定 你的行 你的行和列你要几个 那这边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想要新增新的行的话 那这边要注意你要新增新的行的话 你就要输入这个符号 然后就会帮助你建立下一行 那接下来的呢 在HackMD上你也可以 今天你引用的是某个人的话 或者你想要特别标注你的某一个讯息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引用的功能 那引用的功能呢也非常简单 你除了可以在上面点击这个引号的 quote的按钮之外 你可以自行输入 自行输入这个符号 那就可以很轻 你很轻松的就可以建立完成 好那下一个呢是 如果你今天想要设定 你的字体的颜色 因为在HackMD上预设的都是黑色 如果你今天想要改变你的HackMD的标题的颜色 那你的方式呢 你就是要建立一串改变 改变字体的颜色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设定橘色 那我就再先打一串程式码 FundColor 程式码FundColor 然后等于Orange 然后打出你的讯息 然后再把它关起来就可以了 对 所以其实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Frame的功能 其实这个功能我觉得蛮方便的是在于 它可以很轻松的 因为我们今天讯息很多 然后我们想要让大家比较关注的 可能你想要特别标记某一个点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不同的颜色的Frame 然后去凸显你的讯息 它总共其实有六个颜色 那我这边举例了三个颜色 它分别都有不同的代码 那其实你要打出来呢 非常简单 你只要输入三个引号 然后它就自动跳出 然后你只要直接输入讯息 就非常简单 那接下来呢 在HackMD上 我们也非常常用到的 就是插入图片 直接在这边点选 插入图片的符号 或者直接复制网站上的图片的网址 复制 然后贴上也非常的方便 像这边就直接复制 然后在这边直接贴上 那图片就显示出来了 那除了插入图片呢 插入影片也非常的简单 你所需要的就是这串程式嘛 就把它框起来 然后YouTube 然后你需要的是YouTube ID 那这边我用了是其中一个YouTube影片的连接示范 是临时小学校的 YouTube ID非常简单 可以找到地方就是 在这串网址的最后 就是slash之后 都就是这个影片的YouTube ID 那你只要把这个ID复制完之后取代它 你的影片就出来了 对 那除了YouTube影片 你有比如说Vimeo的话也可以 对 那接下来倒数第三个的功能呢 就是今天你要设定你整个共笔的连接名称 还有你要分类你的共笔 或是你要插入你的连接的缩图或是描述 其实就是要靠这串去设定 那通常呢会把 那通常呢我们会把这串放在最上面 因为它不会显示在你的页面上面 但它会显示在比如说你的tab上 对 那title的话设定的就是你的 往连接的名称 然后text的话 你就是用逗点去分开你想要标记的标签 那image的话 就是你同样把你刚刚复制的图片的网址放在这边 那你整个共笔的缩图就会显示这个图片 或是你想要加入description 在缩图的时候下面显示的文字栏 可以让大家更快速的理解这个网页在讲什么的话 也非常你都可以在这边写下你的讯息 好 那设定完之后呢 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刚刚有提到它其实分享的模式有非常多种 大家可以从这边看到 然后你可以从这边去选择总共有四个模式 现在我们所在的就是edit模式 或是这边旁边显示的就是浏览模式 那它还有book mode和slide mode的选择 那大家都可以依据你所需要的需求去选择 那如果你今天要使用book mode的话 通常的使用情境是在于你有非常多的共笔连接 那你可以使用book mode去介绍 那关于book mode它后续的比较详细的操作呢 我们会有下一节课跟大家分享 那slide mode的话它其实非常简单 它跟我们刚刚前面教的比较不一样 是在于它的每一页的话 它是用三个它是用三个dash去区分 今天你是第一页你就用这样 三个dash然后就把它框起来 然后今天page 2的话你其实就这样显示 然后你每一页文字记得不要太多 对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简易的简报软体 对那整个整份共笔你完成之后 你想要分享共笔的连接也非常方便 你只要在刚刚这个分享的地方 你就可以直接copy这个共笔的连接 然后你就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设定你想要给谁看 看你只要给自己看呢 或是有注册的使用者或是给大家看都可以 那当然你可以设定要给谁一共同编辑 然后设定完之后你只要按发布就完成了 好那这今天这就是介绍 我们介绍的简单的基础markdown的语法的入门 那如果你想要更了解HackMD它更深入的语法的操作的话 这边我有补充一个全面掌握HackMD的使用攻略 是由HackMD公司他们所制作 那大家都可以参考这份然后去操作 那这边就是这堂课要跟大家分享的两个数位写作工具 包含HackMD跟Slack 那HackMD的练习呢 这边提供给大家 那大家如果想要操作看看的话 你可以建立两篇属于你这次参加 2022云立增能营课程的学习历程 你可以参考这边的格式 包含课程名称修课时间 课程摘要或是你个人的笔记 或是心得都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共笔上 然后分享给我们 那你就可以很顺利的完成这堂课 那简单来说为什么要 为什么掌握这些协作工具很很重要 它重要的点是在于其实现在在数位时代 其实越来越仰赖这种在社群媒体上跟大家沟通 然后你要尤其当你今天一个团队很多人的话 你要用怎么样更有效率的方式去促进这整个团队合作 掌握有效的方便的工具其实就非常重要 像HackMD的话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好文件的记录 然后又可以方便我们很多人同时协作 那在Slack上的话 它就可以清楚的分类各个小组它的沟通管道 让讨论可以更聚焦 然后甚至去凝聚整个社群的能量 那这也是为什么G0E社群会比较常用这两个平台 那这边整理了两个的入门作业 那大家可以参考之后 然后上传就完成了 好那以上就是这堂课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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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收听